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特尔第三代智能酷睿处理器发布典礼于4月24日在北京天勇馆召开 预示了代号为Ivy1G8 只有22纳米3D33级晶体管的第三代智能英特尔酷睿处理器正式发布 而为了迎接新生儿的到来 各主板制造商早已为其准备好了新衣 那就是Z77系列主板 技嘉作为最受欢迎的一线主板制造商 已经于4月10日在北京福棚喜来登酒店 举行了超强耐久初期直胜 技嘉7系列主板发布会 今天Z77X将向大家推荐的是技嘉面向中高端玩家的主板 Z77X-UD5H Wi-Fi版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款主板的外包装盒 正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款主板的型号 Z77X-UD5H 以及这款主板所采用的3D Power 3D BIOS技术 Z77主板芯片组 以及支持第三代智能英特尔酷睿处理器 以及用量方面采用了技嘉超耐久四代技术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款主板的包装盒的侧面 侧面这边也有英文、中文、日语等各种语言的介绍 功能和特色的介绍 我们看一下主板的背面 是一些图形化的介绍 3D Power的一些介绍 3D BIOS 以及这款主板所采用的一些技术 下面我们打开这款主板 包装盒看一下 好,打开包装盒看一下 打开包装盒 主板是单独由一个硬纸盒包装起来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USB3.0的扩展插槽 这是支持PCIE的Wi-Fi和蓝牙的 有扩展槽 两根Wi-Fi的天线 以及一根USB的排线 主板的说明书、安装指南 以及光盘 四根SATA数据线 一根Media SLI连接数据线 背面板的挡板 以及一个技嘉的logo 下面跟随我们的镜头来仔细看一下这款Z77XUD5H主板 首先看到这款主板的型号 也许细心的玩家看到UD两个字母 就会想到该主板采用了两倍铜和全固态电容设计 那么恭喜你 打对了 既加Z77XUD5H主板为ATX版型设计 基于Intel Z77芯片组 采用LGA1155插槽 支持IVY处理器 并向下兼容SNB处理器 支持原生USB3.0、SATA3和最新的PCIE3.0技术 让玩家可以充分发挥下一代高带宽显卡带来的优异效能 主板内建的MSATA固态硬盘插槽 采用技嘉第四代超耐久技术 3D Power全数字供电引擎 3D图形化BIOS界面 支持DX11影像技术 与NVIDIA SLI ATI Crossfire技术 支持Lucid MVP技术 支持On-Off Charge技术 功能非常齐全能够满足用户的任何使用要求 技嘉Z77XUD5H主板的供电非常豪华 它选用了全固态电容 高品质封闭式电感以及超低电阻晶体管 并采用了3D Power全数字供电引擎技术 对处理器、核心显卡、内存和VTT精准调教 为系统提供最佳的电源供应 并采用一体式热管连接大面积散热片的散热设计 保证主板的高速、稳定、19运行 内存方面 该主板提供了4条DDR3内存插槽 支持最高2400MHz规格内存 最大支持32GB内存容量 且采用独立供电模式 保证平台的稳定运行 在内存插槽的边上还提供了开机按钮、重启按钮 Clear Smooth按钮以及Debug灯 方便用户操作以及排除系统故障 磁盘接口方面 该主板提供了5个SATA3接口和4个SATA2接口 以及一个板载的MSATA插槽 支持磁盘阵列功能 完全可以满足用户对存储的要求 在磁盘接口的旁边内建一组SATA电源接头 可以让用户的显卡得到额外的充足又稳定的电力供应 在主板底部的SATA接口旁边 设计有一个BIOS切换器 用户可以自行选择用于开机的BIOS芯片 简单方便且实用 扩展方面 该主板提供了3条PCIe16素插槽 一条支持16素运作规格 一条支持8素运作规格 一条支持4素运作规格 另外还提供了3条PCIe1素插槽 一条PCI插槽 完全可以满足用户对扩展的各种需求 背部接口方面 该主板提供了一个DisplayPod接口 一个HDMI接口 一个DVI接口 和一个VGA接口 用于核心显卡的视频输出 另外还提供了一个光纤输出接口 四个USB3.0接口 两个USB2.0接口 一个SATA3规格的eSATA接口 两个1394火线接口 两个千兆网络接口 以及多声道音频输出组合 完全可以满足用户的各种使用需求 而本次评测选用的Wi-Fi版技嘉Z77X UD5H主板最大的特色就是独家搭载PCIe扩展卡 提供最新的蓝牙4.0和Wi-Fi连接规格支持 蓝牙4.0包括首次应用于移动设备上的Smart Radio技术 支持包括苹果iPhone4S在内的智能手机 这意味着从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传输的通用内容 将可感受比以往更容易的联机和速度更快的网络新体验 在了解了技嘉Z77X-UD5H主板主体功能后 我们来看看技嘉7系列主板特有的功能 众所周知一个产品的好坏取决于三个方面 设计、用料和制造 在设计方面 技嘉Z77X-UD5H主板 提供了技嘉革命性的3D图形化BIOS操作界面 其以技嘉UEFI双BIOS技术为基础 让使用者体验前所未见的BIOS环境 即使你是电脑小白 也能通过图形化效果界面 使用鼠标轻松设置 避免了以往只有高级玩家才能触摸的BIOS设置禁区 同时 技嘉7系列主板支持Lucid MVP虚拟技术 该技术实际上是一个优化的虚拟软件 既有消除多余的渲染任务 提高显卡的性能 同时还允许用户在核心显卡和独立显卡之间动态切换 降低功耗 技嘉On-Off-Charge技术 可以让您为自己的iPhone、iPad等移动设备充电 甚至支持最新款的The New iPad 不管您的计算机是在开机、待机或甚至是关机状态 既有技嘉独特的USB三倍电力供应设计 On-Off-Charge都允许手持装置透过计算机的USB接口实现快速充电 通过技嘉7系列主板内建的EZ Setup工具软件 可以让用户更轻松地实现智能响应、快速开机、智能连接等英特尔提供的强大功能 而在用料方面 技嘉Z77X-UD5H主板采用了超耐久四代 即防潮湿、防雷电、防静电、防高温 为避免自然环境会给主板造成的伤害 在用料上更加务实 技嘉在主板、设计和用料上如此贴心 难怪会卖出超过一亿片超耐久主板 随着IVY第三代智能酷睿处理器的陆续发布 欲在夏天配置电脑的朋友 不妨考虑一下这款技嘉Z77X-UD5H主板吧 我是SKY 李小峰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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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 全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